嗨,大家好,神户羊儿姐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振脱着两只飞翔的金刚鹦鹉 这个就是神户动物王国里最受人欢迎的猛禽飞翔表演 因为猛禽飞飞表演的时间 一天只安排三次 所以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我在这里逛了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森林餐厅 可以自己拿午餐来吃 也可以在这里点各式美食 休息一下 好了,我们找好座位 等着猛禽飞翔表演开始了 最先出来表演的是一只熊壮的猫头鹰 猫头鹰绝大多数是夜行动物 咒服夜出 猫头鹰的食物以鼠类为主 也吃昆虫、小鸟、蜥蜴、鱼等动物 猫头鹰一旦判断出猎物的方位便迅速出击 它还能根据猎物移动时产生的翔动 不断调整铺肌方向 最后出爪 捕获猎物 接着我们欣赏的是一只白凤头鹰鹉的飞翔表演 它们的灌鱼是所有凤头鹰鹉中最大的 洁白无瑕的羽毛 十分美丽 在国际的鹰鹉养殖中算是常见的种类 白凤头鹰鹉通常西西在海拔600米下的山丘地森林 开阔林地、森林边缘地带、红树林、沼泽区等地 通常巨小群活动 天然食物包括坚果、种子、浆果、水果等 分布于印度尼西亚魔路加省的北魔路加群岛 这只白凤头鹰鹉的飞翔表演结束时 它会听从工作人员的口令 当工作人员高呼万岁时 它也会张开双翅 跟万岁的呼声配合得天衣无缝 现在从观众席上来了个小孩子 配合老鹰的表演 工作人员将小朋友站到中间 等着老鹰飞过来 他叫小朋友不要紧张 戴好专用的手套 加油哦 把专用手套戴好了 把手伸直等着老鹰从那头飞过来 真好一次成功了 观众席上大家都鼓起掌了 真是太成功了 小朋友你就这样子拖着老鹰 转一圈吧 小朋友等一下 谈谈你的感想好吗 一句话就可以了 真的是太开心了 请大家为这个小朋友 再一次的鼓掌好吗 小朋友们 我们最后再来欣赏两只美丽的金刚鹦鹉的飞翔表演 金刚鹦鹉产与美洲热带地区 是色彩最漂亮艳丽的鹦鹉 也是体型最大的鹦鹉 是热带美洲的两类 原生地是森林 特别是墨西哥及中南美洲的羽林 食谱由许多果实和花毒组成 是亮金人 在河岸的树上和沿洞里筑巢 比较容易接受人的训练 和其他种类的衣物能够友好相处 但也会咬其他动物和陌生人 寿命达65年 金刚鹦鹉还可学会用柔和的声音模仿人类说话 但很多情况下 会像野生鹦鹉那样尖叫 今天的表演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敬请期待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